这些人纳结里的元丹是不是被你收走了? 萧嫣看向名为于拓的男子,赫然开口。 于拓再度满脸疑惑,自己这是招谁惹谁了呀? 搞了半天,是来询问他是不是偷偷地收走了元丹。 用他说笑了,我对这些元丹并不敢兴趣。 于拓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, 既然如此,那你身上有多少元丹,都给我吧,我感兴趣。 萧嫣旋即说道,于拓一头黑线呢,真的是服了这个老六。 前面的话其实就是在诈谈,这才是萧嫣真正的目的, 明目张胆地索要他手里的元丹。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,似乎不拿点出来,也是过不去了。 不过,于拓对这些元丹的确是不感兴趣, 毕竟他已然突破之不朽,元气星辰海已经根深蒂固, 多余的元气只能弥补,不会再继续凝聚出新的星辰。 到这里只有十几美,都给兄台吧。 还不知兄台名讳。 于拓手掌摊开,也是索性将自己所有的元丹都拿了出来, 递给萧嫣。 萧嫣。 结果于拓手中的元丹,萧嫣轻声回答。 之前抢掠的六十余枚都被萧嫣吞服, 但期间萧嫣又灭杀掉了十几人, 再加上于拓所灭四人, 这些人的纳戒之中总和加起来, 近乎百枚左右。 一些人的纳戒之中一枚元丹都没有, 似乎得到元丹后就立刻将其吞噬了。 在元丹之中含有浓烈的魔气, 萧嫣轻声再吞噬下去, 魔气一旦过于浓郁, 可能会殃及心智。 于拓看着萧嫣发着鸿芒的双眼, 便是好心提醒道, 萧嫣没有回答, 她自然清楚魔气的厉害, 但至少目前来说, 萧嫣感觉这浓烈的魔气, 更像是被实质化之后的战役, 令人有一种热血沸腾之感。 走。 萧嫣轻吐一个字, 话音落下, 便是身后武神一鸣线, 速度当即暴增。 只感觉一阵狂风席卷, 萧嫣的身形继续略取, 整个巨大山林之中, 战斗的声音越来越多, 显然已经是有不少人吞服了元丹, 虽说感觉上不会影响心智, 但这魔气却是在悄无声息间, 令人变得适战。 无时无刻都想要战斗, 包括萧嫣也是如此。 而此时, 在萧嫣的不远处, 传来了惊叫之声, 萧嫣身形直接一转, 便是朝着声音的来源处急速略取。 身形如鬼魅一般, 悬停在了茂密的巨树之上, 此时在其下方, 竟是有十几套身影, 一个个目光中红光闪动。 有没有吞服元丹, 从双目之中闪动的红光, 一眼便能看出, 这十几套吞服了元丹的身影, 此刻正朝着两名女子包围而去, 且发出了咯咯的森然笑声。 魔器除了会让人示战之外, 还会让人携活涌动, 达到这种层次的强者, 欲望这种东西早已能够随心掌控, 早就不会把美色放在眼里, 但魔器却是会让心中的任何邪念无限放大。 你打算救他们? 宇托也是赶到, 助力在萧嫣一旁。 我打算看戏, 十几个人应该挺精彩。 萧嫣回答道, 于拓闻言, 眼角一抽。 萧嫣看起来也不似邪恶之人, 但这样的回答, 却让于拓心中对萧嫣的印象逐渐改变, 至少萧嫣绝非善累。 若非萧嫣已身负魔器, 患在平时也不会说出这种话语, 因为这一刻, 萧嫣魔器也无限放大了她的邪念。 实际到身影, 下一瞬便是如同恶狼一般, 朝着两名女子扑了过去。 二女疯狂反抗, 但似乎十几人同时围攻下, 双拳难敌四手, 一身被撕开的七零八落。 善, 萧嫣忽然说道, 于拓愣了道, 萧嫣兄让我说手吗? 于拓狐疑地问了一句, 难道你真想看这等线吗? 萧嫣已疑惑地看见了于拓, 后者苦笑啊, 一时间分不见萧嫣是邪是正了, 还能怎么办? 混血都献出了, 老老实实地当个马仔修好, 更何况这十几人里, 唯有一名地质不朽, 且只是第一步, 还不足为虑, 以于拓第二步的使力, 即是可以尽数镇压。 住手的时候小心一点, 萧嫣叮嘱道, 多谢萧嫣兄关心, 这等渣子还不足为虑。 于拓抱拳拱手道, 萧嫣微微点头, 转起于拓身形并是移动, 但同时, 萧嫣话语再度传来, 别把纳心弄坏了。 于拓闻言一个亮枪啊, 心中苦笑, 原来此小心非彼小心, 萧嫣的意思不是在担心他, 而是在担心这些人的纳戒, 生怕被他出手的时候给毁掉了。 于拓身形移动的瞬间, 萧嫣也是一同略出。 而且更是比于拓速度更快, 拓持似乎无比沉重的跋簧玄中尺, 裹挟着陶天火焰, 便是席卷而下。 于拓见状, 言通微缩, 周遭的树木颤里, 进入此地的所有人, 形式战斗皆是小心翼翼, 生怕触碰规则。 但于拓看着眼前这个疯狂挥舞着锯齿的男子, 似乎从未将规则放在眼里, 明明只是一个斗神, 却可以无视此地的规则, 这里的规则即便是不朽强者都要畏惧三分, 一个斗神, 他又凭什么敢无视规则呢? 不仅无视, 反倒是规则似乎都要给他三分薄灭。 他究竟是谁? 于拓内心之中犯起了一个大大的疑问, 以及之前看得过的绝美女子, 于拓感觉得到, 此人绝非能用寻常眼光去看待, 甚至斗神实力, 在他看来不过只是一个幌子。 萧嫣和于拓联手几乎瞬息间, 十几人就被禁树掀翻, 再多是连连撞断了几根大树。 片刻之后, 那些触碰到规则的撞断了大树之人, 心中无比恐慌, 树藤会迟到, 但它一定会出现, 拓着触碰规则的几人便是朝着地地而去。 于拓站在萧嫣的身旁, 此刻目光威胁, 只见一根树藤在萧嫣脚边破土而出, 然后抛向萧嫣树梅纳戒, 于拓额间布满了黑线, 如同写满了穿字, 这不起眼的一幕, 却再度震慑到了于拓, 树藤如同萧嫣的朋友一般。 就在这时, 于拓忽然目光一转, 看到灰雾之中, 有一个巨大身影, 悄然助力, 不知何时就已经存在, 他们都没有发现。 这器械是第三波。